一、二、一 吆喝声中抄起木桶 朝对方身上泼洒温泉水 日本群马县的长野园丁 时隔四年再度举行泼汤祭 天气冷冰冰 而男子只为一条船桶都当步 温泉水的热气在空气中化成白烟 祭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百年前 这几年因为新冠疫情不得已暂停 祭典最后大家一起朝挂在头顶上的纸球泼水 以前会在球里装活生生的鸡 球裂开后鸡掉出来四处逃 大家则赶紧去抓 据说这项传统的由来 是因为当地温泉曾经干涸 人们拿鸡献祭后才又恢复 于是为了感谢每年都举行祭典 现在泼汤祭已经成为热门的观光景点 继续守护当地文化传统 明镜需要留言做报道